大家好 欢迎来到MAS学院 上一节课我们学到了和列表相关的一些命令 那接着呢我们往下学 看一下还有哪些常用命令 我们现在可以向列表中添加元素 不管向左端也好 向右端也好 还学过了 删除列表左端和右端的元素 以至于可以获得我们列表的长度 那现在再往下来看 当我们想获得列表中某一个片段 就某一个区间的一个值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它来实现 其实我们也写过L range 对吧 L range它的作用就是返回或者说获取列表的片段 获取列表片段 你看我们写过L range 也就是写过某个列表的 接着写过0-1 是不是返回了列表中所有的这些元素啊 对吧 它的语法呢 L range P 接着起始点和 结束点 它是返回列表中指定区间内的一个元素 那这个区间呢 那这个区间呢就是我们这个由start和stop 这个来指定的 就像我们截取数组中的 像我们PLP截取数组中的array status一样 或者说又在像我们那个截取字符串 对吧 SUV STR 这个起始点到哪结束 那首先呢 那首先呢 我们这个下标参数 这个start和stop 都是以0为底 0呢 表示列表的第一个元素 和我们这个PLP中的数组的下标 包括字符串的下标也是一样的 那1呢 表示列表的第二个元素 依此类推 那下标呢 你也可以使用复数 如果使用复数的话 代表从最后往前数 像-1 最后一个元素 对吧 这种形式 但是注意 lrange命令呢 你在使用的时候 它也会 如果超出了我们这个下标 超出的范围下标值 这时候会报一个错 如果你的下标超出了范围 这时候会报错 那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写一个lrange MyList1 现在获取一下所有的0-1 你写一个0-1 这代表获得我们从第一个元素到最后一个元素 也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元素了 你看一共10个元素全部都出来了 没问题 假如说你只想获得第一个 这时候我们就要写 lrange MyList1 写成一个0 接着是几 0 到哪结束 你看 这就要获得第一个 起始点和结束点 那你要获得前三个 这时候从0开始到哪结束 对到2结束 最代表获得前三个 那现在我只想返回最后三个 或者最后两个 那这时候 是不是应该跟上的是一个负数啊 从-2一直返回到或者-3一直返回到-1 你看 是不是返回最后三个 TES3 TES3 TES2 这样的形式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什么时候代表说出错了呢 假如说我们的起始点 你看 一共是不是10个元素啊 你说起始点 我们从100开始 接着到3 你写成这样一个形式 你看 有返回吗 没有 对吧 那接着你说我们再写上一个 这返回的是不是一个空的列表啊 对吧 如果你的结束点 表示我们从0开始 一直返回到多少呢 1000个 当你的结束点 比我们的这个 列表中的元素个数还要多的话 这时候再返回 最多就能给你这些 它是不是全给你了 这样的形式 这一点需要注意 这一点需要注意啊 这两种情况 注意 如果我们的起始点 叫start 下标 比列表的这个 比列表的啊 最大下标 摁的 下标不是下班啊 摁的大 这时候 这时候 返回的是一个 空列表 空的几个 嗯 列表 那如果 结束点 这个stop 比 列表 元素 就是列表 长度 大 返回整个列表 返回到 列表的末尾吧 返回到 列表的末尾 不能说 返回整个列表 因为我们是从零起还可以 假如说你写上一个 要是从 三起 这时候从C 开始返回 你看 从C开始返回 一直到我们列表的末尾 这样的形式 好的 今天再往下看 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L Range 获取我们列表的片段 我们也可以删除列表中指定的值 之前我们是不是弹出过两端的值啊 现在我们是想删除某一个指定的值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Lrem 它的作用就是删除列表中指定的值 语法 比较简单 那你需要告诉我怎么来删 你要删哪一个 那删的这个Key Count Value 那Count呢 就是根据这个Count的参数的值呢 来移除列表中与参数 Value 相等的元素 根据我们这个Count 找到对应的值 来把它删除 那Count的值呢 有以下几种 这个大家需要知道啊 有以下几种 第一个 第一个 如果Count大于0 这时候呢 是从我们的列表的头开始 向尾搜索 那移除 那移除以Value相等的元素 移除多少个呢 一会儿呢 我们来这个啊 来拿例子 让你看一下 好 我们先写上第一个 那如果Count 要是小于0 这时候我们从列表的尾向头搜索 就从后往前找了 尾部向头搜索 那也是移除 那也是移除 与Value相等的元素 移除Count个啊 那如果Count要等于0的话 那这是移除列表中所有与Value相等的值 移除列表中 所有 所有 与Count 相等的值 好 那来试验一下 首先呢我们再来创建一个新的列表 L Push一下 写上一下 My MyList 那添加哪些元素呢 一次添加多个 A B C D A E 随便写啊 再来一个B 再来一个 C D B E F B G E B 这样的形式 是不是一次添加了这么多个呀 好 一共多少个元素 18个 你也可以获得一下它的长度 L Lance MyList 2 是不是 18 没问题 那你想查看一下所有元素就可以把我们刚才写的这个L range 就只是被用上了 MyList 其实点从0一直到最后一个元素 一共18个 有了 那有了这么多元素 现在我想 从左往右数 想删除前两个 删除前两个什么呢 删除前两个B 那这时候呢就可以用前两个B啊 从左往右数 那这时候就可以通过L L R E M MyList R 接着是删除几个呢 删除两个 删除两个值是什么呢 B 这就是我们的Cond 那接着你看一下是不是1和4被删掉了 1和4 好删除两个 接着你再来查看L range 第一个B是不是已经没了 之前那个4 你对应看一下 B之后删掉是EG 接着是F 你看EG接着是F 那删掉之后 你看到再查看所有元素的时候 它对应的这个 所以是不是已经改变了 对 没问题 那接着你再看 我们要删除所有 从后两个 从最后往前数 删除后两个A 后三个A也行 后两个吧 你看14和16这两个 是不是就会被删掉了 你就可以这么写 L R E L R E M MyList R 从后往前数 那这时候你就需要写成一个F 是-2A 这代表删除的是最后两个元素 你看 同工 再来查看一下 最后两个A 是不是已经没了 对吧 那接着我想删除所有值为E的元素 一个两个 三个 是不是一共三个E 那你就可以这么写 L R E M MyList R 所有值为E 抗案的是0 只是E 这样的形式 是不是很方便 一共三个 接着你再来查看所有的元素 这是不是已经看到了 现在三个E 是不是已经全部被删掉了 所以说可以通过L R E M 这个项目删除指定的值 指定元素的值 指定元素的值 这个比较好用 那今天在往下 还可以干嘛 我们还可以来 获得或者设置指定所以元素的值 你想把这个值 你想把这个值变成谁 我们就可以根据它的所以 来设置 那首先呢 可以通过L INDEX 来进行一个设置 L INDEX 它的作用呢 就是来设置 这是获得L SET设置 获得指定所以元素的值 也可以通过第十一个L SET 它是设置 指定 所以 一般有获得就有设置 所以元素的值 好我们把这两个也看一下 那L INDEX它的语法 L INDEX Key 根据你给我的锁引 来找到对应的值 它就是返回我们这个 对应锁引 代表的这样一个值 那这个锁引呢 这一块 我们来看一下 同样的 它也是有两个底数的 有一个70点 有一个结束点 那现在呢 也是0表示第一个元素 1表示第二个元素 就依此类推 复数的话 和我们那个之前的L range 是不是一样呀 对吧 那接着 它就会返回这样的一个形式 如果这个锁引超出范围呢 它返回我们的这个 New 来试验一下 现在看一下 刚才我们删完之后 剩下的元素 是不是有这么多 我想返回这个D 这时候 你就可以根据它的锁引来写 L index L index My list 2 那你想返回这个D 它对应的下标是几 D是4 D是3 是不是返回这个D了 对吧 接着你再写上一个 5 只能跟这一个才说 index 刚才说错了 是不是 只能跟这一个 不要和这个认质计混 然后认质 那现在我想返回这个第10个 那应该写的是9 你看 返回的是B 这样的形式 没问题 你想返回最后一 最后倒数第三个 你可以写一个-3 是不是返回的是C 这个是对的 这个index 可以给正数 也可以给负数 没问题 index 没问题 好 index MyList 2 写成一个-3 也可以 接着你说 写成一个超出所影范围的 这时候会返回一个 new 1000 返回一个new 没问题 那再往下 可以获得 也可以设置 可以通过 Lset 来设置一下 我们指定所影元素的值 那它的语法呢 也比较简单 语法 Lset 一下 设置哪个key 根据指定的所影 把它的值 设置成一个对应的value 好 那我们来试验一下 刚才看到了 L认识一下 MyList 2-1 0-1 我把第一个g 变成什么呢 变成king 来实验一下 记住 其实点还是0 Lset一下 MyList 2 写上一个 0 设置成king OK 那我只想查看第一个 就直接写成一个 L认值 0 0 是不是已经设置成功了 设置成功了 这样的形式 那如果说你要对一个不存在的列表进行设置的话 这时候呢 会产生一个错误 你再写一个 Lset MyList 2 你看 Error NoSuchKey 会报这样一个错误 或者说你要超出了我们这个范围呢 你来试验一下 同样的也会报错误 写上一个 1000 ErrorIndex OutOfRange 是不是一个错误的错误 索引呀 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范围 这样的形式 这一点需要注意 好 那这是几个跟索引相关的 可以来删除 包括设置 查找等等都可以 下来之后呢 大家先把这几个命令试验一下 接下来 我们再把最后的一点命令再说完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